來了 前一晚才以簽字文 投下退黨震撼 但世代力量高雄市議員 黃傑沉澱一天後 好火依舊猛 一切都太荒唐了 黨內的民主如果是為了 要鞏固權力到這樣的地步 連最基本的選舉的公正 都做不到的話 走到這裡真的 就我也累了 言辭間滿滿說不完 對世代力量的失望與無奈 因為妹妹黃蓉被投票爭議 黃傑透過臉書發文 控訴黨內民主早已蕩然無存 宣布退出時代力量 入黨爭議延燒 儘管黃傑以辭退表抗議 但實例26號下午的記者會 對黃榮入黨爭議 網路也跟著掀起對黃傑罵聲 打擊自家人不手軟 就是黃榮和其他11位申請者 使用同信用卡號繳黨費 諷刺難不成黃傑有11個妹妹嗎 那是因為就是跟其他幾位親友 一起共用信用卡 那張就是我的信用卡 就是我繳的 我幫我的親友先刷信用卡 到底有什麼問題 但是只要我們願意努力 其實都有機會可以改變他 所以我也會繼續的 在時代力量為大家服務 黃傑城時代力量第8位退黨公職 看到全勝時期 全台共16位明代 時代力量看似前途光明 如今在黃傑退黨後 只剩13位 不少矛頭都指向黃國昌的 個人英雄主義 徐永敏跟黃國昌他們這一派就比較強勢 而且會壓制底下的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所以其實底下這些年輕派 一直都覺得蠻困擾的 出怎麼樣來設下高道的標準 如今卻發現也讓支持群眾失望 從年輕時代 在齊代倫為人詬病的國運昌榮黨 隨黃傑等年輕人陸續辭退 時代力量的改革路還沒行 恐怕先面臨滅黨泡沫危機 記者黃明鈞李宥璇 SAG小組台北報導